诶,这把遇到6C了,荣荣的蜘蛛遇到6C了 祭司先知拥兵加勘探 阵容的话倒是一套非常完整的阵容 而且这个阵容它属于是又能保证一定的下限 上限又非常非常的高 荣荣放出了这样一套阵容在这个地图 上来抓祭司倒还行 你但凡上来抓的不是祭司 你抓一个勘探员,这把求生者直接起飞 这个勘探员等于说三个人在战斗 先知的鸟能给到他,祭司的斗能给到他 这勘探员堪称无敌 抓祭司呢,相对来讲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卡了吗 怎么从房子里面穿出来了 打了一刀 第一刀打中 后面的话闪现跟进 他手里面五十多点蛛丝 够一波三连加一个闪现的 祭司的话这边没有飞轮 所以这个祭司呢 我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啊闪 都不用 鸟这边没有啊 鸟这边没有 这里看大员过来打一轮 也行吧稍微拖一拖 这看大员 能拖一会儿试一会儿 外面队友两个人在修 再丢块磁铁 放下 翻 闪现想打个震慑 这边取消个插刀 再连 他有可能就想取消插刀 并不是想打闪现震慑好的 这一轮的话 看大员这边雪崩 先知的话两次鸟都没有能给上 再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 基本上确定的是什么呢 诶 诶 确定的是荣荣 输 应该不会输了 但是能不能赢 不要觉得这轮勘探员被秒了 好像你就能赢 他这边反手挂这个勘探员 因为祭司是教自己的 但这样的话 其实 勘探员这个角色 他的 我觉得荣荣这波的选择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看大员这个角色他被抓了以后 他的牵制力是要高于这个祭司的 并且呢 祭司的洞还能为他所用 先知的鸟还没有交 这把我觉得求生者有可能能够吹响反击的号角 吐一口蛛丝 没错 好 这边看先知的鸟给不给 站这边的我来帮你 先知的鸟再看 蜘蛛这边也知道 晃晃晃晃晃 想骗出这个鸟一口吐 那等下一口蛛丝了 这边的话 因为看大员现在 看大员现在呢 身上面残满了蛛丝 你就 这个看大员就算啊 有鸟他也走不了 所以荣这边这刀直接打没有任何问题 这波鸟也交了 看大员并没有能二六起来 后续的话 这里再有来救的话 得满血的先知赶过来了 鸟子有点来不及了 这鸟子差的有点多 这边的话 蜘蛛顶过来 再来找佣兵荣荣的蜘蛛 这压迫力好强啊 打的是真的凶 平日里面生活上面看上去 对吧 荣荣 大家可以看他直播啊 我看他直播的时候 感觉是个安静的乖小孩 打起来这么凶呢 内心里面住的是一头野兽啊 非常的暴躁啊 杀鹿 卡子哥这边扛刀 他得吸出一只鸟 这个局才有挽回的余地 因为为什么呢 哎呦有个洞 因为现在如果说这边 这个勘探员保不住 当然这边如果勘探员能逼出这个闪现也可以啊 就怕是怕什么的 勘探员闪现都没有逼出来 前面有祭司来了 祭司来了 前面有大洞 吐一口 有闪现的 打一刀想取消擦刀不行 先知的话在背后还吸出了一只鸟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倒地位置 有传送 有传送那边的机子可能修不掉 传不传 传了 传了的话就是荣荣求稳 先过来挂飞 因为知道你们机子不够嘛 他如果选择打贪一点的话 在祭司挂了反手台 这个先知也能打 只是这样子的话呢 他的节奏就等于说重新起来了 会给到穷者一波补状态 再给你打的机会 我把这个勘探员挂飞了 我再拖一个新的传送 没有任何问题吧 这个传送拖出来的过程当中 能打到东西 我赢了 打不到东西 我开门战有个传送 你这边道具剩的也不多 你祭司是教自己的 你怎么跟我打 说到底 这个局只要荣荣求稳一点拖 拖到传送好了 拖一轮蛛丝吧 这边佣兵的护臂浩浩玩 差不多也是一个一面 差不多也是一个一面 两连蛛丝 佣兵这边的话 这个贴墙蛛丝没有能交上 而且他这边以为佣兵上二楼了吧 没看到人 这把卡子哥先知那波帮帮扛刀 勘探员确实是打出了一个不错的牵者 但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就穷者开门战东西太少了 现在开门战能有的祭司 两个洞 先知一只鸟 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 地下室因为有祭司的存在 我觉得一般 一般 他其实挂在机子旁边会不会更好一点 先知顶鸟救 祭司 压机子 刚才我记得没记错90的机子 这机子差到是差的没多少的 这轮先知 救下来 一刀打 祭司的机子 我记错了 这机子差这么多 那没了呀 再来找佣兵吗 回头过来吐一口 洞打掉 极限太粗地 太粗地 哦 太粗地 这边是没椅子 好像 有椅子的话 刚才应该是挂在外面的 有一张椅子 我没记错是被看待员用掉了 吐一口 打一刀 佣兵这边要倒 祭司这边还在抢 其实可以不管的 直接传队 不管 这个祭司抬了以后是个交自棋 佣兵这边倒地 他只需要再找到这个先知就够了 再找到这个先知就够了 现在的话 穷者还剩最后 一捏捏 最后那么一丝丝气 呃 但这波没有慢慢把祭司秒掉的话 好像 这一丝丝气变成两丝丝 哎 但我可以挂佣兵啊 我可以把这傭兵管了 祭司都动都交完了 你现在没有动打精神电压室了 你拿什么跟我斗 这傭兵还是个二挂 祭司 一口倒地 教自己的祭司 先知外面再期待新机子 这肯定来不及了 也行了吧 我觉得这把的话 就是卡子哥的这个先知发挥的比较亮眼 没有这个先知呢 说实话这个局我觉得应该老早被总用 摁在地上摩擦了 就因为有这个祭司 不是有这个先知 然后呢就这个先知他属于是什么呢 属于是穿针引线 穿起了这一整局 在先知的带领之下 然后这边的队友啊 无论是勘探员 拥兵加祭司都有不错的一个发挥了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他应该是要放地窖的 荣荣放卡梦 荣荣放487 对吧 荣荣也是一个什么 炎 那叫什么来着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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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叫炎狗啊 好像 那么这这这你看 这专挑帅的放 荣荣你这样子很容易让人误会的 还搞这种 好了 我们这边就不看了啊 这种结果是已经不变的 因为我们预言的话 反正压的是多抓或者是平局嘛 我们下一把到时候再来看啊 因为这把的话 好看是好看 但是没有那么爽 没有荣荣一波杀到底那种爽